本期节目的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张图片 没错就是它饥饿的苏丹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1994年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 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并且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 恶嫖遍野的非洲大陆 而20多年后的今天 这样的场景正在东非国家索马里上演着 那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索马里大部地区的降雨量连续多年不足 旱情不断的发展 当地有600多万民众陷入饥荒 索马里总统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 您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 今年3月公布的一组图片 图片当中干涸的土地 骆驼的尸骨 哭泣的儿童都无不让人揪心 这就是目前真实的索马里 严重干旱的席卷之下 粮食短缺 瘧疾等疾病已经让索马里陷入到灾荒之中 今年3月 索马里总统宣布 全国进入灾难状态 当地官员表示 在索马里旱情最为严重的北部地区 已经有65%的牲畜因缺水而死亡 骆驼和山羊没有食物 奶牛也无法产奶 小米 小米 真正是 这名儿童出生已经五个多月了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 体重却只有不足三公斤 他的祖母无奈之下 只能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 在当地设立的救助站 由于灾民们没有其他水源 口渴难耐之下 只能喝下不卫生的水 导致瘧疾等疾病爆发 当地政府公布的一个数字显示 在今年三月初的两天时间内 至少有110人死于肝汗 或者由此引发的疾病 其中大部分为女性和儿童 而国际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数字显示 在这一次严重的汗灾之前 索马里就已经有超过36万名儿童 营养不良 到今年估计又将新增27万名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目前索马里全国有500万人紧急需要食物 如果情况没有很快得到改善的话 全国近1200万人口当中 有超过一半将处于饥荒的风险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